现在大家都知道前Nissan超级CEO Carlos Ghosn 逃离日本的过程犹如电影情节一般 被软禁的前Nissan和雷诺汽车CEO Carlos Ghosn 面临挪用数百万公司资金作为个人使用的指控 在12月29日戴着一顶帽子和手术口罩 在东京的住所中从安全摄像机的视野中走出房子 Ghosn宣称他在日本不会受到公平的审判 因为在日本99%的人被指控犯罪时 绝对会在日本法律的审判下被定罪 引述日本电视台彭博社报道指出 Ghosn在东京搭上了一班新干线列车 然后在下午4点30左右在大阪下车 他接着搭上一辆计程车前往靠近关西国际机场的一间饭店 彭博社引述熟悉此事的人士的话报道 Ghosn据说躲在一个过大而无法被机场X射线机扫描的箱子中来躲过保全 早前Ghosn的同伙巨文士驾驶一架装着大箱子的 庞巴迪环球快线小飞机飞来的 Ghosn曾在逃跑中同时使用小飞机和箱子 据彭博社报道 Ghosn在脱逃时得到美国承包商和前特种部队退伍军人 Michael Taylor 的帮助 晚上11点时 庞巴迪环球快线小飞机起飞 Ghosn登上飞机飞向伊斯坦堡 彭博社报道称 Ghosn所谓的救援团队精心策划了这次飞行 避开了与日本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像是南韩等 而选择飞越俄罗斯领空 俄罗斯被判定为较为友好的领土 因为Ghosn曾拯救陷入困境的俄罗斯汽车制造商AVTOVAS 并将其带入了雷诺尼桑联盟 飞机于凌晨5点降落在伊斯坦堡的阿塔图克机场 Ghosn再次将自己当成箱子中的货物 登上较小的庞巴迪飞机 将它带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除巴西和黎巴嫩护照外 Ghosn还拥有两本法国护照 一本由日本当局没收 另一本由他的律师保管 作为他保释的条件 但被存放在一个脆弱的盒子里 很容易就能够用工具打开 然而路透社报道指出 法国政府否认Ghosn使用了法国护照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一位司法官员的话报道 黎巴嫩已受到日本引渡Ghosn的请求 但请求并非来自国际刑警组织 彭博社报道指出 Ghosn是合法进入黎巴嫩 而黎巴嫩在政策上是拒绝引渡公民的 我们下期的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